他是显宗求变,求变以后求胜 这也就是说郑文燦以败选与论文门争议那么多 还能够担任陈建仁的副手 然后郑文燦是唯一副手里面 你还带人进入主院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2月1号,星期三 星期三是一个什么日子 过去星期三是蔡英文要跟苏贞昌见面的日子 见完面下午就是主持民进党的中常会 那现在蔡英文辞了党主席 他是不会进入中常会 但是由赖清德主导的所谓的民进党的党务活动 那赖清德也不便过度插手于府院之间的事 所以呢,现在民进党就想出了一个方式 对于府院党这三头马车 他们是派府的林家隆 院的郑文燦 还有党的秘书长许立明 他们三个就固定在星期三聚会 林家隆代表蔡英文 徐立明代表赖清德 然后郑文燦代表陈建仁 就是说民进党的重大的决策 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其次就是说因为陈建仁 他是阴系的花瓶 他跟派系的渊源通通不深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陈建仁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所谓的赖清德的问题 就是2024参选 像好比说有五大项 第一个资源分配 第二个政令宣导 第三个下乡活动 那第四个 就是大撒币 就是大撒钱 那第五个 他叫奉行蔡英文的指示 这个五项 陈建仁是没办法处理 所谓赖清德的参选问题 你尤其进入大选 他有三个 第一个组织动员 第二个 资源分配 那你第三个就是大撒币 就是说这些零零种种加了起来 民进党 许立明 秘书长 那毕竟 毕竟 他是成群的人 他虽然可以调和党内的纷争 但是他的手也不敢伸进辅导院 才创造出 由这三个人 每周三聚会一次 聚会一次就资源分配的问题 组织动员的问题 那你更重要的就是政策撒币的问题 他们必须要针对这三项 要进行宏观调控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三个人当中 跟赖清德最有渊源的 不是林家荣 林家荣是郑国会 那许立明是局系 那里面最重要的是郑文燦 那郑文燦是北流新潮流的哨子 是东宫太子 那赖清德是南流的领袖 他们系出同源 所以郑文燦做了 陈建仁副手以后 他必须要协助赖清德 能够赢得胜选 他赢得胜选就是组织动员 资源调配政策撒币 这三方面他必须他要配合 赖清德 所以各位现在不要小看郑文燦 郑文燦虽然他有论文门的事件 他又是失败者联盟的老大 他又是陈建仁的副手 他这个傅格魁的位置 可以说是府院党三者之间的重中之重 因为毕竟他能够得到蔡英文的信任 第二个他跟赖清德系出同源 那第三个他又是陈建仁的副手 所以我们今天看民进党的一些局势的发展 民进党真的是什么 民进党他有一个特性 叫做险中求变 过去都是这样 就是说当民进党遇到了危险的时候 他会经常超车几掌弯 叫做险中求变 他险中求变的目的 就是使内部的争议不是扩大 如果不是郑文燦 谁来担任或者扮演这个角色 都无法扮演好 那更重要的是说 各位去看内阁里面相关于网络 组织动员甚至于社群网站经营的 全部都是郑文燦在桃园市政府时代的年轻战将 他们就是入主到了党部 也入主到了院 还有他希望他希望服务院之间就是小编们能够服应或者是服从党中央的指导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民进党这个局 他是险中求变 求变以后求胜 这也就是说郑文燦以败选与论文门争议那么多还能够担任陈建仁的副手 然后郑文燦是唯一副手里面你还带人进入府院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故而我称郑文燦现在是府院党的润华纪应该不为过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做林嘉隆 郑国会其实坦白说他跟新潮流之间有很多的恩怨 但是毕竟郑国会他的席次也好 他的选战谋略也好 他是不如新潮流 但是林嘉隆就我所知 年轻的时候他就跟赖清德固有来往 所以呢林嘉隆应该会扮演一个配合者的角色 把意见转达给蔡英文 由蔡英文来统筹指导陈建仁 所以这铁三角里面郑文燦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